2021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第三条 陕西西安太平遗址重要考古发现 太平遗址是一处大型的黄豪聚落遗址 2021年9月28日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太平遗址重要考古发现 正式对外公布 引起业界广泛关注 太平遗址于2021年3月正式发掘 截止到目前已完成考古勘探面积 约40多万平方米 发掘面积约3900平方米 发现壕沟 灰坑等重要遗址200余处 出土 陶器 骨器 玉器等各类文物1000余件 碳十四侧年显示 太平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 4150到3700年 进入下代纪念范围 这是关中地区首次发现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大型遗址 为进一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邀请到了陕西太平遗址考古的负责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 王小庆老师 他会在遗址区等着我们 接下来啊 我将会和王老师一起去探秘太平遗址考古现场 王老师您好 你好 你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运用3D的技术来合成的 太平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 非常的震撼 这也是第一次在镜头前为大家来呈现 当然对于王老师来讲 这里的一切您一定非常熟悉了 是非常熟悉 所以你看我刚才看的都在那儿走时而了 那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比如说你看有方形的圆形的坑 这些都是什么呀 这些方形的坑呢我们叫探方 是我们有意规划出来的 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一个实验室工作间 大家看到这个圆形的坑呢 就是我们在现场清理出来的 古代人类生活遗留下来的遗迹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探方去一探究竟 我们现在就已经下到了探方当中 但是为什么这个探方看起来好像一个壕沟的样子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到的在太平遗址发现的环壕聚落中环壕的一段 什么是环壕它有什么作用呢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护城河 它是对这个聚落遗址进行防护的一项措施 那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啊 对我们测算了一下 这条壕沟呢 它的口部宽度15米 底部宽度有10米 深度在5米左右 修建这条壕沟需要移动的土方量呢 是21250立方土 那么在当时呢 人类没有任何机械化的设备 修建这条壕沟呢 我们折算了一下 需要100个人的劳动团队 要连续工作一个月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在这样的数字的背后 它能说明什么问题 这个说明当时的社会 已经有一套比较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 说明当时的社会 已经具备了文明社会的一些基本的特征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在我们身后的这个探方的壁上 有一条一条的线很明显 然后我看还有这个数字的标志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考古学中最基本的地层 那么从上到下 从最晚的地层到最老的地层 一层一层的 我们根据它的土质土色包含物的不同 把它划分出来 这些编号呢 就是我们给这地层取的名字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探方里面 我们的考古工作者 就阅读出了如此之多的历史的信息 是啊 所以我们考古工作也可以说在实读一本无字的天书 那接下来我们要到另外一个探方里去一探究竟了 我们现在又下到了另外一个探方里 王老师 这个探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圆形的结构 这是我们在这一个探方里清理出来的一个灰坑 它一般口径呢 大概有两到三米 底径呢 有十米左右 深度呢 是三到五米 所以呢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个灰坑内部的结构 我们把它做了一些适当的放大和变形 那灰坑是什么 灰坑呢 实际上就是古代人类生活的一个储藏坑 它储存各类生活物资 那么在废弃之后呢就变成了垃圾坑 保存着当时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各种信息 我注意到在这个洞壁上啊 比如说像这个位置有很多黑色的点 这个是什么 你观察来真够仔细的 这是当时人类生活留下来的痕迹叫烟胎 这表明呢 当时在这个坑里头呢 肯定发生过这个烟熏的行为 但是至于这种烟熏行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和同事在有讨论 说可能是加工食物 还是为了驱赶蚊虫 还是为了防潮取暖 我们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那太平遗址还有哪些有趣的精彩的发现呢 我们再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地表 那接下来要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太平遗址有哪些重要的考古发现 我们太平遗址一年的考古工作 除了刚才介绍的以外 还输出了许多重要的文物标本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二排中间这件 是我们在太平遗址发现最重要的一件文物 陶灵 它是古代人用来礼乐制度的一项重要见证 这件陶灵呢发现的很少 目前呢只是在山西陶寺遗址 和被认为是下代早期都城的 河南新寨遗址有所发现 所以在我们太平遗址 陶灵的发现呢 也足以证明 太平遗址是一个高等级的中心聚落遗址 下面是什么 下面呢 这几件呢是玉器 而且我们在太平遗址呢 除了我们展示的这几件玉器之外 还发现有制作玉器的预料 有玉器制作过程中的副产品 形成了一个玉器生产完整的操作链 表明当时太平遗址 一定有玉器作坊的存在 到目前为止 太平遗址的这些考古学的发现 能够为我们解读出来怎样的信息 目前太平遗址的发现 足以表明太平遗址 是一个高等级的中心性的聚落遗址 它汇集了东南西北四方的文化因素 奠定了我们关中藤地 周勤汉唐代表的都城文明的史前基础 同时最重要的是 它填补了我们关中地区 夏商时期大型中心聚落遗址的空白 这就进一步证实了 我们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是连续发展 从未断裂的古代文明 谢谢您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解读 也谢谢您和您的同事们 辛勤的工作 好 谢谢 谢谢